我们打开一口,二口,三口,大家看 三个口都亮了,然后我们把它全部关掉 然后三个口都灭了 包括我们的总开关也都灭了 这是一个没有刷过机的斐讯DCE 这个插牌是一个很超值的插牌 我连塑料膜还都没有撕 这边的胶条也都在 我并没有把它拆机 为什么没有刷机呢? 因为我一直没有一个衬手的工具 因为它是需要那种三角的螺丝刀才可以拆开 其实呢,主要的原因呢,还是我懒 所以并没有把这个插牌拆开之后刷机 让它集成到我们的Home Assistant里面 之前我一直用这个Home Assistant里面的一个 斐讯DCE的插件 劫持方法 用劫持方法呢 来实现控制这个斐讯DCE插牌 结果我发现呢 它不是很稳定 它真的不是很稳定 然后我就一直没有在用它 然后前一阵子呢 我在网上发现一个Node RAID的一个流 这个流呢,也能实现控制这个斐讯DCE插牌 它呢,有一个自己的界面 这个界面呢 有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个开关 然后我们可以用这个界面上的开关 控制总开关 然后第一,一号口,二号口,三号口 并且呢,有电压和功率在这儿 它也可以集成到我们的Home Assistant里面 但是呢,有一些小的弊端 所以呢,我把这个流呢,拿过来改了一下 这个流呢,改成支持MQTT的了 如果支持MQTT呢 就是我们的延展性就方便很多 就可以让它扩展到更多的系统上面 我给大家现在开始演示一下 我们打开一口,二口,三口 大家看,三个口都亮了 然后我们把它全部关掉 然后三个口都灭了 包括我们的总开关也都灭了 这是从HomeKit上面控制它 我们再试一试,从插牌上按开 会不会有一些反馈 一口 二口 一口没按亮 一口 二口亮了 然后三口 都亮了 然后我们关掉一个 二口灭了 我们把三口也关掉 三口也灭了 然后我们试试总开关 联动非常的好 非常的顺滑 而且反馈也非常的及时 经过我的测试 它运行的也非常的稳定 那么其实它就是一个Node Red的流 这个流是我从网上面找的 然后这些大佬们都已经编辑好的 我只是给它增加了一个MQTT的功能 MQTT的功能 包括一个Home Assistant的发现的功能 它能发现这四个开关和两个状态 一共是发现六个设备 那么我的固件呢 一般都集成了这个Node Red 然后呢你只需要把这个 把这个流导进你的Node Red里面 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然后如果你这边连接的地方呢 需要 如果它不是绿色的 如果它不是绿色的 你就需要把这个服务端 从这里边修改一下 让它变成你自己的服务端 一般来讲你如果没做设定的话 使用本机的MQTT服务呢 它上来都是绿的 我们看这些已连接都已经连接好 证明就是它跟MQTT服务器的通讯是正常的 那么我现在呢 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把这个 把这个流导入到你的 你的Node Red里面 那么我们 我们点一下导出到减切吧 我把我这个流导出来之后呢 我现在这边有一个 有一个全新的Node Red 就你的Node Red打开之后呢 就是这应该是这个样子 什么都是什么都没有的是空的 那么怎么安装这个Node Red呢 如果你使用我的固件呢 就不用操心安装了 因为一般我都集成了Node Red 如果需要安装呢 大家可以去我的博客看我配套的这篇 文字版教程里面 会有一个一键安装的脚本 装完之后呢 我们访问这个1880端口 就可以打开这样的一个界面 这个默认的流程一 我们点这个右边的导入按钮 然后我们把刚才复制的东西全都粘贴到这里 如果你从我的网站下载的流的话呢 你可以用剪辑板把它打开 或者呢直接选这个导入的文件 导进去就可以了 当然我们看啊 这个如果报这种错误的话呢 你就是应该有一个有一个插件还没有安装 在导入这个流之前呢 我们是需要把它安装起来的 虽然我们已经导进来了 大家看这边有很多未知未知的东西 在这有一些未知的设备 所以呢 我们要把我们要回到这个节点管理里边 去安装一个叫dashboard的一个东西 我们只要只需要搜索这个dashboard 啊 我们在安装里面搜索 我们在安装里搜索dashboard 然后我们看第二个 叫node-ray的dashboard 我们点击安装 这个dashboard呢 它的作用呢 就是生成 刚才我给大家看的这个UI 这个界面呢 是靠这个node-ray的这个dashboard来生成的 安装呢 需要一些时间 我们稍等一下 好 大家看这个出来这种界面呢 证明你的dashboard就装完了 然后我们点击关闭之后 再把之前那个流导入一遍 大家看就没有刚才那个报错了 没有刚才的报错了 应该就可以正常的使用了 我们点击这个流 然后我们左右的拉一拉看一下 如果它没有 没有像刚才那边有红色的未知的模块 这就是正常的 我们呢 就把它点一下部署 这样呢就部署成功了 部署成功之后 你看它自动的这边就是以连接了 因为呢我的配置呢 都是连接到127.0.0.1 这个mqtt服务器 如果你的 然后你的home assistant呢 现在呢 就可以直接的从mqtt服务器上 发现这几个开关了 然后我们 这里边我跟大家说一下 如果你导入的时候 你导入这些内容的时候 我们看这里面有很多mac地址 就是你斐讯斐 斐讯DCE的mac地址 你要把所有的mac地址 替换为你的mac地址 然后再导入 否则呢你会出错 你用记事本也好 用什么方法也好 只要把刚才那个剪辑板里的 所有的内容查找一下 这个mac地址 以这种形式的mac地址 然后把所有的mac地址 用批量替换的方法 替换成你自己的mac地址 然后呢导入之后 再点这个部署 我这里面 因为我自己的是没有冲突的 所以呢 这里面直接导进来 就是可以用的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啊 我们从Home Assistant里 怎么让它自动添加进去 好 那我们现在已经登录到我们的Home Assistant里了 并且呢 我们这个NodeRate呢 也都成功的注册到了MQTT服务器 这个MQTT服务器呢 跟Home Assistant里集成的MQTT服务器是同一个 然后我们进配置里去验证一下 配置集成 然后MQTT 在这儿 这个地址是不对的 我要把它重新配置一下 配置成 配置成本机 刚才也就是127.0.0.1 然后它提示要重启 因为我这个版本呢 还不够新 所以每一次做完呢 要重启 如果你升级到我们最新的0.115 这个版本 据说是添加完这些操作 不需要再重启 好那现在重启完了 重启完 我们进来看一下啊 我们点击这个 右下角这个加号 然后我们搜索MQTT MQTT 刚才呢 我们这个NodeRay的这块呢 所有的MQTT服务器都是127.0.0.1 冒号1883 那我们这边呢 要跟它配置同一个 127.0.0.1 然后这边有个勾啊 启用发现 这一定要启用 好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成功的添加完了 然后我们看啊 然后我们看啊 MQTT集成这块呢 它会发现有六个实体 这个六个实体呢 就是我们刚才 NodeRay的底下这 这六个实体 一个电压 一个功率 然后四个端口 那我们呢 点这个六个实体 我们能看到 DC1的123口 然后功率 总开关 电压 我们把它选中 然后点击 启用 启用 启用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 首页里 添加 这些开关了 我们点击这右上角 配置UI的部分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面添加 我们看这按钮就已经出来了 然后呢 选择这个实体 这边呢 主题你可以随便选 随便写 然后呢 我们这边主要要选的就是 DCE总开关 DCE的电压 然后 DCE的功率 DCE的 一口 二口 三口 然后点击保存 这个时候我们看 这些开关都已经 都已经出来了 如果你使用域名劫持的方案呢 这种形式是是比较稳定的 是经过我测试的 非常稳定的一个方案 就是你省省了你给这个DCE刷机 并且呢还能享受到DCE 这个比较稳定的一个使用 然后我们的苹果家庭呢 里面用的是也比较也比较的稳定 好那这期节目呢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呢 欢迎大家订阅 点赞转发 如果有问题的话呢 欢迎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 我会及时的给大家一个回复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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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